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交陪伴和商倍租 根据《香港01》的报道 原来房屋处已经在调查 看来也不用等人暴寸 可能房处看完东张西望的结局 立即开快脑调查 但是鉴于现在很多事情都未搞清楚 查员如果发现违规就会采取行动 暂时他们两个还可以继续住在外巢 可起可可 这些猛兵老坑 这么多年来都见不少 上网一找也有很多这些本地中坑被大陆破压 到最后一无所有的新闻 我特意找了两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不是要大家可怜这些中坑的 这些中坑也不值得可怜的 纯粹拿出来大家笑一下也好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那些看人最开心的人 我就满足一下你们了 这一个新闻是2019年 都是东张西望报出来的 东张西望也挺多这些东西 东张西望就找了一位杨先生 那位杨先生就是一个中年阿叔 他就哭诉自己本身明明有一个家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人 他很无奈 觉得为什么这么惨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 他和他女儿失联系 而太太也逃跑了 思源原来那位杨先生 几年前遇上由大陆去香港探亲 只有19岁的李小姐 当时李小姐就用自由行身份去香港 只是在香港留了7天 不知道为什么一会 就立即可以带到别人去到处玩了 你找不到女儿的独狠 可以和杨先生学习一下 之后他们就开始拍拖 帮着肚子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我们应该要相信世界美好的一面 我们就假设骨肉真的是杨先生的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2013年1月11日签子结婚 女儿出生自然有香港身份证 当时父亲和女儿在香港生活 老婆就持商情证穿梭两地 为了一家团聚 杨先生就和老婆签了一张情证 本身想着一家可以团聚 但可惜美梦破碎 团聚前一天 他老婆竟然带着女儿失踪 事后想想发觉有些桥 他就觉得自己其貌不扬 又没什么钱 就开始怀疑 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的爱母一直以来有部署 只是为了一张身份证 你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为什么要事后想想才会想到这些东西 杨先生的样子不是第一天的事 你家里没有害怕吗 后来他老婆终于出现了 不过并不是和他团聚 而是要求离婚 还要和他争女儿的抚养权 杨先生那时就更加肯定这是一个局 摄制队就访问他老婆 他老婆说自己认识杨先生不是为了身份证 自己拖住七个多月 杨先生才和他注册 结婚之后就受了不小气 觉得他很疯狂 很不正常 经常出街聊事斗飞 杨先生就说他拿了商情证来到香港之后 就开始变质 变得贪慕虚荣 经常在这儿发孝 晚上出街就和朋友去玩 华尔他们出去追求 然后人家住漂亮的房子 他又会拿来比较 人家有什么名牌都会拿来比较 但杨太太就说自己只不过是和朋友去唱鸡器玩 就说杨先生想太多 而且他还会打人 最后大陆妹就赢了抚养拳 杨先生就只能一个星期见女儿一次 但是东张西望的庞伯都说了 不明为何杨太太明知道杨先生性格是这样 但为求达到目的都照样价给他 另外一件事我都不记得以前有没有说过 不过抱着old news is so exciting 的宗旨 我们就重温一下 这个伯伯就惨过上一个多多声 这个伯伯叫李奈 他连间公屋都没了 讲伯叫李奈 四年前65岁 即是现在都70岁了 现在计算一下他大概12年前 他就娶了一个38岁的大陆婆 李奈也不是第一次娶大陆老婆 他之前已经经历过两次中港婚姻 他就益述自己当年在大陆做生意 当时他就刚刚和自己第二任老婆来了分 认识了他后来的老婆阿兴的表哥 他表哥知道李奈刚刚离婚 就说介绍自己的表妹给他 就说阿兴这个人很老实 而且很省大把钱 李奈听到口水都流了 又年轻又大把钱 当时不知道是生意失败还是怎样 李奈就回香港做清洁工 之后就跟阿兴结婚 他就说阿兴这个人没什么 只不过是不喜欢说话 究竟是不喜欢说话还是不喜欢跟他说话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吧 接着他还跟阿兴说 说去到香港千万不要跟他离婚 如果阿兴说离婚即是害他 阿兴的表哥也用人命担保 说不会害李奈 sorry 忍不住笑 结婚后 本身就不打算要孩子了 谁知道阿兴说不生育哪有后代 而且三个人还可以申请一个大单位 之后还问银行借了4万元 给老婆在联合医院生了女儿 行 我知道你们在想 我们暂时当女儿是李奈亲生的了 之后老婆拿了身份证 换了一间大一点的公屋 李奈为了养家 一个人打两份工 最后就职劳成疾中了风 中了风之后就唯有食脑中了 他老婆见自己老公应该都没用了 这些废佬以后都用不着了 所以李奈住院期间 他老婆就只是去过探他一次 之后还经常说离婚 接着他老婆还报警 说遭到丈夫精神虐待 带了女儿走 之后就提出离婚 谈判结果是大老婆主动放弃公屋 来换取女儿的抚养权 当时李奈愚愚同意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人生只剩下这间公屋 之后拿着离婚令 确认老婆不会跟他争公屋 谁知道在离婚之后 李奈就要求阿兴去房处除名 谁知道阿兴就静悄悄 就将自己申请做护主 因为根据当时的房屋政策 这些公屋资源 就不会根据他们的离婚协议来分配 而是看谁有抚养权 这些聪明的做法 很明显是垃圾阻礁社工想出来的 没办法 李奈这样被人将了一军 每天面对着被房屋处除名的压力 要求他尽快交还单位 他就只能够被安排到中转屋站住 再轮候供屋 但他就说自己行动不方便 又没有收入 已经没有钱再装修 本身家屋装修连家司用了11万 现在残废又拿老众 哪有能力再给装修费 他就被问到 跟前妻生的子女有没有劝过他 他就说 劝过又怎样 只能怪自己命苦 究竟李伯是不是惨? 我觉得又不惨 他也自己拿来的 最惨的就是垃圾人 养这个忠援废佬不但 还要养他带来的大陆婆 他老婆做得这些事 怎么看都会跟着一起拿老众 至于这个李伯 就是典型中年废佬 又没钱又没老 但是有莫名其妙的自信 觉得一个年轻的他几十年的女人 会不计较物质地跟他在一起 事后也没有反省过 怪自己命苦 那也是的 智力的确是命苦的 而且根据他所说 这是他第三段中港婚姻 这件废佬已经申请了三个大陆女人 为香港补充新血 可谓不为瑜伽 当然 并不是一滴足打整条算 什么地方都会有好人和坏人 不能一概而论 身边很多朋友都是中港婚姻 或者中澳婚姻 他们都很幸福快乐 但是他们的结婚完全是基于感情基础 大家是互相喜欢、互相欣赏 和这些废佬是两回事 我相信那些穷老坑 娶一些年轻的大陆婆 基本上都是等被人骗的 大家又是否同意呢? 欢迎留言讲下大家的看法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